現在我們來看看手部的測試 根據官方的資料 手部測定如果在3000個單位以上代表手部的清潔衛生有問題 在1500個單位以下才是及格的 首先我們將ATB冷光以按下紅色按鈕進行開機 開機之後它會倒數8秒 倒數完之後 會出現一個OK字樣 好這時候就代命 取出我們的棉花棒在ATB測試棒當中 取出棉花棒 小心不要碰到測試棒的部分 好現在我們對無菌水沾濕 這個是尚未消毒的手 一邊取樣 棉花棒一邊左右轉 讓它可以均勻 取到樣 尤其在指尖之間是食品從業人員很容易忽略掉的 除了指尖還有指甲的部分 取樣完畢 取樣完畢我們將棉花棒塞回去 進入跟釋劑反應 壓到底 開始搖晃 讓它的釋劑與下面的酵素可以徹底混合 進行反應 等到下方的物質全部融光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ATB的讀取 還有一部分繼續再搖 好現在將冷光以蓋子打開 測試棒放進去 按下綠色的讀值 倒數十秒後會告訴你 剛才測試有三萬五千多 哇絕對超過三千 接下來針對另外一隻已經消毒過的 好結束之後把測試棒拿出 置於旁邊 同樣的程序 這隻手阿遠已經消毒過了 取出棉花棒沾濕 對表面進行塗抹 除了掌心 因為掌心最常接觸食品 指縫間也是很容易被忽略掉 指甲的地方 好 取樣結束後 把它放回我們的試劑 壓到底慢慢搖 好 讓上面的反應液跟下面的試劑跟效素 徹底的反應 好 反應之後將它置入我們的 A.T.B.冷光儀 測量的時候請記得盡量保持冷光儀的垂直 按下綠色按鈕 十秒鐘之後就會顯示 剛才有消毒過的 就會知道阿遠的消毒會不會很徹底 數值是17,510 顯然阿遠的消毒方式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的 按下綠色 按下綠色